这个单元开得比较意外 原本我一直坚持采用朗诵的方式 来制作所有语言视频 这个系列我将改用口语描述来录制 先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非法律专业 视频中所发表的这些在法院的经验 以及对法律的解读 都是根据这几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 与所见所整理出来的心得 视频分享仅供参考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请咨询法律顾问与相关专业人士 Jury duty 陪审义务 很多华人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是避之唯恐不及 我其实以前也是的 所以一直逃避到了今年 也就是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当陪审员 这个经历还挺奇特的 除了见识到美国司法的一个小鸡脚之外 也让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法治体系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是移民美国多年的入籍公民 此生有机会的话 应该去认真履行一次这样的国民义务 认得起码一次 因为它不但是义务 也是很棒的社会教育 在美国 担任陪审员是每位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陪审员的资格有哪些呢 这是我从县级法庭网站摘取的资料 我把它翻译了整理出来 必须是美国公民 必须年满18岁 必须居住在法院所管辖的区域内 必须具备足够的英语知识 理解诉讼程序 必须具备升任陪审团的身心能力 在过去12个月内 必须未担任过任何类型的陪审员 目前必须不得被监禁 在任何监狱中或者是服刑中 以及不得因独职而被定罪 因而导致公民权利尚未恢复 过去的陪审员资格中 有一项不可有重罪的犯罪记录 这样的规定 重罪的英文叫Felony 而我发现这个规定有了修改 这段也是翻译自县级法庭的网站 2020年1月1日起 被判重罪者 只要不符合以下条件 则仍有资格担任陪审员 一正值假释出狱后社区监督 重罪缓刑或对重罪定罪的强制监督 或者根据刑法第290条 被立案为性犯罪者 这条新规定 让很多犯过重罪的人 有机会履行公民义务 这个所谓的重罪Felony 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我翻译了一下 然后就念给大家听 就谋杀 严重的攻击或殴打 过失杀人 入室盗窃 抢劫 勒索敲诈 强奸性侵犯 耳童色情 绑架 大盗窃 偷窃 还有制造 分销 销售或者拥有某些类型或数量的非法毒品 持有某些类型的非法药物 供个人使用 威胁官员 譬如像警察、法官 破坏联邦财产 以欺骗为目的的冒充执法人员 判国罪 妨碍司法公正 纵火 虐待动物 高速追逐 另外还有一些被列入重罪的智慧刑犯罪 包括以下 逃税 欺诈罪 网络犯罪 身份盗窃 违证 侵犯版权 伪造 还有非法赌博 做陪审员是没有酬劳的 而员工被法院传唤陪审义务需要请假的话 老板是不能拒绝的 你所有被占用跑法院的上班时间 老板并不需要补贴你薪水 法院每天会补贴车马费 一天15美元 而且是从第一天传唤以后的出席算起 也就是说 只有一天出席的陪审义务 连这15块钱的酬劳都没有 在加州有一天或一审 也就是one day or one trial 这样的规定 每个公民每年最多被传唤一次 但不一定每年都会轮到 而每次的传唤有可能是为其一天 或者是审一个案子 这所谓的一个案子 one trial 短则一两天 多则有可能拖上一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结案 像我这次处理的刑事案件 平均是五天左右 时间较长的审案 也不是天天都要你跑法院 但总是一件不时打断正常上班工作的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华人 不愿意履行这个义务 原因很现实 就拿我来讲 我是个在家工作的全职翻译 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我的工作量减少 觉得可以趁这个空档完成我的国民义务 我恐怕也会想尽办法找些理由让我自己被排除在外 总之呢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经验可以整理一下 跟大家分享 我经历的陪审包括了出席 筛选面试 入选陪审员 开庭 出示证人证据 抗辩 截辩 裁决与结案 这个案子前后耗费了我五天 不算短也不是过分的长可以接受 主要是还得了不少干货 若是有人需要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也面临了陪审征召的情况 也许我的这些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帮到各位 美国的司法制度依靠陪审团来处理一些刑事跟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中被告是否有罪 以及在民事案件中控辩方谁胜谁付 甚至赔偿金额应该多少 都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 美国的陪审员并非经过职业训练 而是来自社区的平民百姓 法院会从车管局也就是DMV 或者选民投票登记处这样的机构去获取到名单 然后向这些名单上的民众寄发陪审问卷 陪审问卷叫做Jury Questionnaire 然后呢查识民众是否有陪审员的资格 随后再向民众寄出所谓的陪审员征召 也就是Jury Summons 在加州的话根据以往的经验是 问卷跟征召是一起的 他以邮寄的方式先寄到候选人的住处 然后呢被征召的候选人必须在 限定的时间内以邮寄的方式回复 这样法院就可以根据问卷先筛选掉一轮不合格的候选人 然后就通知合格的人出席法院 履行这个陪审的义务 在互联网还没有发明出来 或者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这些确认有的时候是通过信件告知 或者规定候选人需要打电话去听录音 确认自己是否被选上或者豁免 然后被选上的呢就要按照下一步指示 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待命 县级法庭County Court的陪审待命期限通常是一周 而我后来还得知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的征召是两周 也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资格被征召 就必须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准备好随时跑法院报道 说到这个待命啊就是所谓的on call 这个待命期间 早期的时候都需要按照指示打电话去听录音 然后看看隔日或者其他日子有没有被指定安排要出席 再来就依照规定的时间出席 如果你这一周的待命都没有排上 或者是法院正好招到了足够的陪审员 那么就有可能通知你此次的这个征召就结束了 你就不用出席了 那再下来如果法院还要征召你 那也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陪审征召信是在法院指定出席时间一个月以前收到的 法院给你认为足够的时间去安排请假 还有调度时间这样的事宜 好了再回到回答问卷跟那个回复征召 现在基本上这些工作呢都可以透过网上进行 所以法院呢审理跟回复的速度也会比以往来的快 一旦你收到法院的陪审征召 必须回复 法院的信件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 要把这口信当作是一张传票 法院传唤当然不可以置之不理 即使你认为自己英语不好 或者不是美国公民根本不符合陪审资格 你仍需要回复 把个人情况交代清楚 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去跟法院确认 这就好比你在美国定居生活 没工作没挣钱 就自认为不用缴税 结果就连税都不报呢 最后哪天就被国税局找上门罚款追税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 即使你没有收入也要报税 报零元收入 所以法院传递去陪审 你也得登记有案的证明 自己不服资格 这样才是正确的处理程序 今年六月 我收到了地方法院陪审团的传唤 我所居住的郡县 是用这样的明信片来通知的 这是我在2019年年底 征召陪审团的明信片 就秀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一次由于是法院在年底的审案 往往因为节假日的关系而被延后 我在待命报到的那一周 由于正好是耶诞假期的前一个礼拜 所以一整团的陪审征召就被取消了 连出席筛选的那一步都没做到 然后呢 就是疫情泛滥的2020年 法院陪审团关闭了很长时间 也许是这样 今年法院在疫情关闭后重启的时候呢 我就成了最先被征召的那一批 而我也确实觉得自己在劫难逃 所以我就很认命的去报到了 我知道有些州的陪审员征召信件 为了要收信者回复 都会标明说如果不回复 就会面临千元罚款之类的字样 而我的这个法院征召并没有提到钱 不过会有一小行字告诉你 不会不回复的话 触犯法律会导致罚款之类的字句 法院需要大家的配合回复来做头一轮的筛选 而根据我所知 如果每隔一两年收到征召 而且长期在问卷上回复英语不佳 或者非公民 基本上不会被找麻烦 反倒是不回复的 法院却可以有理由对你罚款 我认识一位长辈就是对陪审征召的通知置之不理 因为他只有绿卡加上英语又不行 就自行认定不服资格 结果他收到了罚款500元的通知 他的罪名是藐视法庭 你在网上回复征召问卷的时候 就有机会把个人的资料乘上 以及承报自己不够陪审资格的条件 譬如说英语不行 不是美国公民等等 这个是很关键的 担任陪审员没有年龄的豁免 不过如果您年满70岁或者以上 加州法院规则允许你因为健康的状况豁免 而且不需要提供医生证明 但是必须通知法庭 你不能参加 还有呢 如果搬家 而且是搬离了法院的管辖区 但是由于你在车管局登记的地址没有变更 因此也会收到陪审的传票 这样的情况呢 是可以提出豁免的 那你最好也是事后记得去车管局把你的驾照的那个住址改掉 这样你以后就不会一直被旧住址的那个管辖法院传唤你去陪审 除此之外啊 如果你在收到通知算起过去的12个月之内已经履行过陪审义务的话 可以免除 只要提供证明就行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收到陪审的征召不用紧张 因为会有很多因素让你可以被排除出去 当然了 你所回复的答案必须是正确的 被发现谎报也会给自己惹麻烦 听说是除了罚款之外 还有可能吊销驾照 严重的话是刑事起诉 像是监禁24小时之类的惩罚 如果你的条件无法豁免履行这个陪审的义务 但是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 那么你在问卷中还有一个可以申请延后的栏目 通常的情况是 譬如说你是学生 个人患有重症 家中有需要你全天候照顾的家人 包括像是家中有了新生婴儿需要喂母乳 有重症病患或残疾人需要照顾 甚至我还听说如果有女朋友怀了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作为借口 那我的情况是这样 像我自己是当老板 在家工作的自雇人士 虽然可以给自己请假 但是一旦为此耽误接活就只能自己承担损失 而且我连带薪假这个什么都没有 所以最早我入行的时候收入非常不稳定 就一直是拿这个借口作为借口来申请延后的 如果你开的店是那种有实体店面 而且只有你一个人在经营的生意 一旦需要陪审就必须关门 做不了生意的情况 也是比较容易透过延后来逃掉这个征兆的 也有一种就是无理由的延后 只能一次延后六个月 允许两到三次这样这么做 每周在这方面的限制据说都不太一样 另外参加陪审会造成所谓的经济困难 他们叫做Extreme Financial Hardship 这个也是有很多人拿它作为延后履行义务的借口 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延后陪审义务在加州有限制 问卷上会提供一个具体的年收入数字 让你知道自己符不符合 通常你在填写延后陪审栏目的时候 条文会交代你需要准备好证明 以供法院方面要求的时候提交 譬如说你患有重症的那就需要医院的证明 那育儿的可以准备婴儿的出生证明 影音本啊 经济困难的可以提交税单或者是月薪的证明等等 有些周会要你直接把证明跟着问卷一起寄回去 有些就不用 只需要签名承诺自己所言属实 而且有证据可以提供就可以了 这个也适用于一些要求豁免 或者证明自己不符合资格的证明 譬如说你是绿卡身份 那么你就提供绿卡的影本就行了 由于是疫情后重启 也可能是因为陪审团缺人 那我发现我这头的法院 是把经济困难理由的这个延后陪审申请 摆到了法官亲事面试的那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你在问卷中 即使提出了经济困难申请 延后陪审的理由 法院还是会传还你出席 得让法官在面试陪审员的这个过程中 面对面了解你的经济情况之后 在当庭决定这次的征召要不要让你延后 整个征召的回复 已经可以全部通过互联网来完成 依我的情况呢 我就按照明信片给我的指示 然后登陆法院的网站 输入陪审团的ID号 还有团号 然后接着就有很多指示 你就按照指示去填表就可以了 英文有障碍的 可以请语文能力好的人代替上网填写 在问卷阶段的题目中会有一道题是问你 就是说这份回答的问卷是不是由旁人来代填的 那你只要交代清楚就好了 由于你会在回复中提供自己的电邮地址 法院此后便会透过你所提供的邮箱 给你发送特定的信息 在网上填完问卷表格发送出去之后 会立刻得到电邮的自动回复 所以要检查邮箱 并且把那封邮件保存好 这是你在规定回复的时间内联络过法院的证明 如果担心这样做不够保险的话 那么就填完发送表格的前后 你都可以截图存档 最起码把最后送出去的那个页面截图下来 证明你确实登陆过法院的网站 送交过问卷 提交完了问卷之后 在规定的待命期间一周之前 我就收到了法院发出的电邮 要我去报到 因此呢 我需要按照那张传唤陪审的明信片的指示 上网查看 或者是打电话去确认 我需要出席的时间和日期 这就是我在出席陪审义务之前的经历 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谈谈 我第一次出席法院进入陪审员面试的具体经过 感谢你的停留 也欢迎留言表达你的观点跟经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